欢迎来到DNC 我们看看这周又发生了那些大事 横店开机率锐减40% 大部分的影视剧都是出自烂灶的垃圾 连上线都没有可能 甚至有的所谓影视剧就是洗钱的工具 他们所谓的演戏那就真的是装腔作势 这样的烂货不拍就不拍吧 这个圈是漏捉漏逮 阿里四万亿市值登顶港股 从来只有新人笑 哪有听到旧人哭 重回港股的阿里心要东方之主 谁还记得腾讯是曾经的古王 别高兴太早 阿里每次上市第二年都出现金融危机 警惕2020年的阿里上市魔咒 管他什么魔咒 我们投资只要有备而来就没问题 万科卷入王石性皮漩涡 180亿的市值波动 万科都没有给王石敏感信息 难道王石的信息是他凭空踩车 如果是 那王石涉嫌编造敏感正确信息 做人要有底线 人一旦突破底线 很容易踩上违法犯罪的红线 7900亿的全球最大赵船集团成立 两个竞争对手 终于把桌子搬到一间屋子里办公 搞得好盘子大了 国内没有对手 国际上竞争力那就更强 如果管理层整合不好 一个办公室相互甩杯子 分分合合造成内耗 谁负责 康德鑫不承认造假 119亿 别人的技术投不来 那就造假 造假你就造全套吧 偏偏搞成个半拉子工程 抓到把柄了吧 还大肆不承认 这个时代是怎么了 犯罪都搞得如此的光明正大 到底是谁的笑话 造假 必死 顶罗文化尽力同比下降 百分之十万四千五百三十三 A股业绩洗澡 真是出手彪悍心狠手辣 夸张程度让人是触目惊心 老板们是股民为出口 他们把上市公司当成变戏法的工具 从来不考量万千股民背后的鞋和类 A股的王法在哪里 油厨银行上A股 吴王福财在遇到西施之前 绝对是个雄才大略的大王 没想到为了博得美人一笑 耗尽国本 只为营造昂花一现的盛事 真是令人恶怀 谁在A股 淫金高歌一曲 巨无霸门 会不会成为一现的昂花 格力地产斗底定征违约 A股的老板们喜欢玩股票 他们往往自己没有那个实力 就找几个土豪来抬轿子 赚钱的时候都是兄弟 亏钱以后把大爷打成狗头 当撕破脸皮后 人们才发现股价背后全是肮脏的交易 华语电器自曝违规担保22亿 A股的底牌永远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上 他们赚着数万人命的秘密交易 犹如在油锅上走钢丝 世界上没有你知我知 天知地知的隐迷事 只要是见不得光的东西 一定会真相大白 贾跃亭召开债权人会议 当所有债主都围在一张桌前开会 压力最大的是债主 我还是债债人不同意破产重整 大家都是同意 债债人没事儿 钱收不收的回来 鬼之遥啊 囚徒困境之中 谁都无法逃出升天